在浙江清华,有一位风先生反映,说,他有一辆北京现代越野车,已经开了两年多了,但是他最近发现两个后轮内侧磨损得很厉害。 对于这样的现象,风先生找到了当初买车的4S店,这辆车是风先生在北京现代4S店买的,车子开的路程已经达到了71734公里,将车子送去4S店保养时,保养的师傅说,风先生的车偏磨得很严重。 风先生指出,他的车轮其他部位都没问题,唯独车轮内侧磨损得很严重,甚至已经扰进去了,偏磨得很厉害,最里面的一道了已经磨得看不见了。 风先生咨询了4S的店员,将相关问题反应,给了4S店的店员。 4S店的工作人员解释,是这与个人开车习惯和开车的路况有关。 风先生回忆道,他平时开车都是在市区开,偶尔上一次告诉,锁开车的路况都还不错,并且他的开车习惯也没有问题,因此他对店员的解释并不买账。 但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,风先生决定找到问题的根源,对于车开偏磨的情况,4S店建议风先生更换轮胎。 风先生说他们解释说,可能是因为轮胎的质量问题,导致了轮胎内侧变形。 但是车后面的两个轮胎都出现了变形情况,风先生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。 对于4S店不负责的情况,风先生表示很气愤,咨询了轮胎厂家。 轮胎厂家表示,虽然车子的行驶路程达到了71734公里,但是轮胎依旧狠心,轮胎的内摩问题和轮胎质量是没有关系的。 厂家表示可以将轮胎送去检测一下。 但是风先生表示,4S店应该要给此次事件一个说法。 4S店的服务总监学先生表示,车的四轮定位数据是好的,就说明这个车子是没有问题的。 但是因为车子开到了7万多公里,因此轮胎可能才会出问题,这个是谁都无法保证的事情。 但是风先生并不满意这个解释。 风先生说,就是因为四轮定位的数据好,车子按道理应该不会磨偏。 风先生也是这家4S店的老客户了,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此类问题,正因为四轮定位的数据是好的,这才无法将车子矫正。 风先生这样说道,他还说,轮胎是否会偏磨,是由四轮定位的数据决定的。 既然数据好就无法调正。 风先生在4S店里做了两次四轮定位,他也在其他店里做过,数据显示的都是好的。 而四轮定位的数据,也是唯一能够判断的标准。 这次风先生来到4S店后,店里再次给他做了一次四轮定位,检测的数据依旧是好的。 而店内的维修师傅也说,这样的数据是不会造成偏磨的,而且偏磨的原因肯定跟他的开车的习惯和路况有关。 可能是他开车习惯的问题,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谁也说不准。 最终,他们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,风先生先自费换掉,已经贫磨的车胎,等在开1万公里和2万公里的时候,哥来做一次四轮定位。 如果到时候车胎依旧磨损严重,4S店会承担相应责任和相应费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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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